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虽然首先先来看到台北市内湖女童命案政经社会 如何确保学童安全成了首要课题 对此教育处是表示 除了会结合警政与社区力量 协助维护校园安全外 也会要求校方进行安全演练 加强孩童的危机意识 内湖女童命案政经社会 也让人再度关心校园安全的问题 而县内校园大多是没有围墙的开放空间 如何确保学童安全成了首要课题 因此教育处特别结合了警政单位 加派人力巡逻 一起来维护校园安全 我们平常就会针对学校的部分 就是白天起晚上都会加强巡逻 那我们在同学 学生上学及放学的时候 我们平常都会做一些学童保护的动作 来让家长和小孩子更放心 那有鉴于近日我们内湖女童命案 我们上级局长有指示 我们会再针对我们辖内一些潜在的智商 或者是伤人之余的一些潜在的危险分子 我们会加强动态的查法 来避免再有如此遗憾的事情发生 教育处也会要求县内各校在一星期内 重新进行校园安全演练 提高学童的防护意识 并且针对校园监视器进行太久换新 减少治安死教 要求学校在一周里面 要再进行校园的一个安全演练 那至于学校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个 态患更新的部分 我们在去年已经有17所学校进行更新 今年我们还会有70所学校 在警政单位的一个指导之下 我们进行这部分的更新 我们希望对于校园的一个安全的 一个监视的一个部分 能够做到滴水不漏 那另外我们也重视孩子们的 上放学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订定了三年的 学校的一个安全通廊的一个计划 此外教育处也协调了学校附近的店家 加入爱心商店 成为学生紧急避难场所 一起守护学生安全 一旦新闻记者廖福新从不到